字幕志愿者 第二集 嘿大家好 嘿大家好 那麼今天我們帶來的璇路開放 這就是個實戰解說 那據我估計大概在不到一個月吧 手遊就能夠順類的上市希望啦 因為Switch的搖桿 畢竟還是比較難操作一點點 所以有一些高超 高級操作可能比較難用 那今天我來教大家一個高超 好那一開始我們玩路卡六打野 絕對是點定光一閃 然後直接過牆吃野怪 那再來大家要注意的是在過牆之後 你要打這個樂天河童呢 盡量可以在旁邊先把兩下的被動 強化普通被用打出來 因為這樣的話就可以取消掉 他的那個攻擊 你把他擊飛的話就能取消他的攻擊 好那打這個爆 爆炸頭水牛也一樣 可以用那個爆裂拳 去把他那個會衝撞的那一下給取消掉 彙星拳啊彙星拳 你呢只要能夠挑飛野怪或擊飛野怪 都可以取消他的進攻 所以這是在吃野的時候 吃比較快的一些小技巧 讓你在打野的速度能夠提升上來 那有些角色有這些技能可以操作 但有些角色就沒辦法你必須自己去躲他 因為去躲就會浪費一點時間 OK好那我們在上路這邊等待8分50秒的蜜蜂gank 那最主要呢 還是希望能夠推到塔 這是最終目標 但是最低目標就是你只要來gank 就要幫助隊友拿到蜜蜂 那對方也是三隻打野追了上來 那我這邊的話呢 往上走之後本來是想說用一個 R傘進場的 結果過頭了 過頭了 秀過頭了 那這邊在一個彙星拳彈很可惜呢 方向推反了 把對方的這個 刮頭砲挖呢 刮頭挖呢 給往另一個方向打 讓他逃過一劫 這個操作相當尷尬 小尷尬 不過這邊呢 能不能再殺呢 隊友敢得急嗎 普攻普攻 OMG 被他打掉了 不過 在這個茫茫的煙霧當中啊 好像突然間把他打死了 那這一波 只收了兩個人頭 其實不夠賺了 最賺的是要把我身上的 這個 球啊 給投掉 這才是打野gank 最賺的一波 因為你把球投掉 你等一下的 球呢 就不會溢出 再來你又可以 有經驗值 推塔的經驗值呢 是大於殺人的 還有吃野怪 大家要注意一下 所以如果有辦法的話 盡量去gank強勢線 比如說呢 其實下路 算是強勢線 他們控場技能 偏多 所以我覺得剛剛應該要往下路去gank的 但是就想說剛好走過路過不要錯過 就往上路去幫忙了一下 但這就是一個 小細節啦 能夠讓你在前期拿到更多優勢的小細節 我有些事情雖然知道 但當下會意亂起迷 就沒有去做那件事 甚至就是懶 就是懶 不然的話剛gank下路 其實是可以大獲全身的 因為我們是 至少是三打二嘛 對吧 但也有可能上路會被對方給打爆 那也不一定 好啦 再來呢 我呢 看到這邊有一個賈賀人挖 哇 你是吃了雄心爆子膽 他正所謂的不做死便不會死 可以看到這個賈賀人挖 我實在是搞不懂他的想法 那我這邊 本來繳一個閃線怕他跑走 往前貼 因為我身上有紅buff 不過最後還是在卡比獸幫助之下 成功收割 那人家是 轉角遇到愛 那個賈賀人挖是 轉角打就賽 他把對手想的 太天真可愛 好那大家注意呢 增強拳這個技能呢 是對方血量越少 打得越痛 我這邊瞄準到對方的皮卡丘 增強拳心來到了兩倍 再加上一個骨棒攻擊 大家記得骨棒攻擊丟出去的瞬間 是可以把對手給 往後彈飛的 那這邊的話 隊友呢全部消失 感覺不妙 心戰還在跳 我趕快往後拉 一邊打一邊往後拉 這個好像還可以再打一波 一堆人頭在前面有沒有 不打好像對不起隊友 那對方卡比獸生命為在旦夕 那我們只好 後一夕 See you 那這邊收掉對方兩個之後 我發現直接來打這個 暴勢龜是沒問題的 而且你可以看到 我在這一波的收割當中 早就已經來到了九等 對方如果硬打的話 我就一個撥導彈轟下去 但大家要特別注意 你不要特別的去在意說 你的這個撥導彈 到底有沒有轟到人 因為真的是無傷帶啊 最重要的我們不是要那個撥導彈 而是撥導彈打出去之後的被動 所以這邊閉著眼睛 隨便秒 有打到運氣好 來撥導彈出去之後 馬上呢使用增強拳 因為這時候增強拳傷害會增加 這邊古棒往後丟 抓到了想要逃走的皮卡丘 哎呀這個押韻真是厲害 然後呢之後就順利的 把這一塔給拆掉 那我這40顆 我還沒上車 我還沒上車啊 我的天啊 哇這40顆沒丟到相當可惜 因為如果這40顆丟到的話 我的經驗條大概還可以再走 我覺得將近一半吧因為這是全滿的 所以呢下路呢推完之後馬上 一無反顧往上路走 那這邊呢有一個小細點可以看到呢 我本來要來這邊偷塔 但是看到卡比獸過來直接一無反顧的走掉 卡比獸也繳了一個閃線 那我發現呢我一個人在上路 孤孤單單孤單北半球 那隊友完全沒有人過來 只有一個 閃營王牌慢慢走過來 但是我發現如果繼續跟卡比獸打 會被後面的閃營王牌poke到死 好啦這邊來觀察一下對方卡比獸的睡眠情況 看他十一柱形如何 那這時候隊友能慢慢跟上來 我本來是想說預判一下閃營王牌的走位 結果他預判了我的預判 那我本來想了還可以再吃一下的果實 可是看到隊友過來 我想說算了挽回走好了 那就回來呢跟隊友一起圍毆對手 那這邊呢我在草叢裡等一下CD 增強權準備好 但這個增強權看似應該是被對方給CCD解掉了 那路卡利歐的增強權呢 你要等到Plus的時候 就是再增強一次的時候呢 他就可以得到免控的效果 那這邊對方路卡利歐的血量比我還多 所以呢 我們打起來 其實我增強權傷害是比較不夠的 因為他血量比較多 那這邊剛好被對方俘虜到 就直接滅團GG 那很可惜呢本來想說要吃洛托姆 然後打他們上路一波的 但這個計劃終究 還是計劃趕不上變化 用蠻的比較快 好啦那上路呢 感覺隊友也是小小烈士 而這時候呢 暴勢龜呢 即將重生 我猶豫了一下 我想說呢先來野區把紅BUFF吃掉 因為等等打暴勢龜 如果有會戰的話 有紅BUFF呢會比較好黏一點 那再來呢講一下這個 骨棒亂打 骨棒亂打呢他的這個 升級版就是可以 馬上重置 增強權 所以大家就要特別注意一下自己的等級 還有那個 技能升級的狀況 都是有差的 那這邊卡皮獸一個大跳躍 我增強權準備好 灌了進來之後 大招開了起來 好啦對方的血量噴得很快 這邊趕快再打一波 這個骨棒亂打 增強權直接打上來 挑飛之後 普攻兩下 那對方甲克人蛙進入了物影模式 那無可生無可練就無需再練 結果這時候我跟甲克人蛙 交換了地方 他的血量突然充滿了 我嚇一跳 我的媽啊他是吃了仙豆是嗎 那這時候再回來草叢 應該有一個人 增強權打了過來 收掉對方的卡比獸 對方皮卡丘也已經復活了 但我的血量狀態並不健康 對方就像打不死的小強一樣 源源不絕的出現 那現在這一個 暴絲龜開起來其實有點小危險 因為對方慢慢一步一步的逼近 喔唷我好怕我好怕 還好呢 對方露卡丘沒搶到 不過這條暴絲龜成功被我們搶掉之後 對方只能落荒而逃 想起自己家瓦斯沒關 來看一下這邊呢 增強權按下去之後 再按一個閃現 這就是所謂的R閃 但是由於 Switch的搖桿真的是比較難操作 所以當手機上市版之後 我覺得這個R閃會比較好施展出來 但是如果你們想要體驗的人 就記得手速要快方向要對 好我現在身上50顆球 終於呀 哇我真的是 這個球球小偷 身上球好多 對方的閃現王牌即時趕過來 但是已經維持已晚 那我看到隊友們呢 慢慢一個一個靠過來 但我個人認為呢 還是先打這個洛托姆好了 因為洛托姆如果可以強行灌進去的話 那這個上塔會比較好拆 結果這時候遭受到對手的阻撓 但我們隊友呢也是一個一個 從旁邊衝出來 那這個洛托姆就快要被拿走了 OK我成功的拿下洛托姆 不對是我們家的古月鳥 好啦那現在洛托姆往前推 其實對方防禦塔呢剩下12點 最好的情況下就是 我們可以先把這個塔給推掉 然後再丟這個洛托姆 因為 如果呢這個塔可以先推掉 洛托姆就會再往2塔行動 但可以看到我們剛剛的整體的人數 是相當不夠的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小波的犧牲 但我覺得這個犧牲有點大條 因為我們上路死了兩個之後 對方呢還可以推我們家的防禦塔 而且他們的球數 很多的 哇還有這個50克玩呢 投下去直接爽起來 不過還好我們卡比獸 即時過去踩的那一下 不然的話投下去會是100分 當下心裡有點小尷尬 我們現在直接往上路支援 如果這邊上路打的贏的話 是可以直接開鳥的 那剛這一下呢如果有接到R閃的話 其實對方兩隻是可以收掉的 因為他們血量真的很殘 但當下我這個距離判斷出 因為我以為 增強拳的距離是打得夠 所以我就沒有丟出R閃了 所以那時候丟完是很後悔 因為 只要那兩隻後排直接葛屁 這個閃電鳥絕對是囊中之物 那這邊對方路卡力又開啟大招 我剛剛一個小細節就是 我直接繞到他的身後 這樣就不會白白的被 那個撥導彈給打到 那這邊只收掉他們一個卡比獸 我們也死了一個人 所以現在必須打防守 結果賀蘭發現不對 是死了兩個人 那我們現在三巨頭 站在這裡 齊力一心 對方的忍蛙已經手癢忍不住 開始打鳥了 那卡比獸給他睡覺 沒錯我們卡比獸點的是睡覺 厲害了吧 那我身上還有一個閃現 還有一個大招 這個必須好好使用 那跟對方路卡力又擦肩而過 對方的往下走 我這邊大招開了起來 就閃電王牌繞到了 我後面 還有一個增強拳 OK成功收掉 還好沒有R閃 不然的話剛剛那個 閃線應該是會浪費掉的 那這時候我看到對方死了 兩隻 我想說不然就直接開鳥吧 因為可以看到 小地圖上對方的人 都是在我們的 這個 畫面裡面 但是閃電王牌呢 剛剛 好像才剛復活 所以這個開鳥 其實有點小衝動 現在我想做的就是讓鳥 慢慢回血 結果發現來不及 對方你趕到 我就直接一個 增強拳成功強調 靠賽 這個 玩遊戲靠賽 輕鬆自在 這個 摳其實非常危險 因為我當下 以為啦 我以為啦 我們附近是有那個 射手的 如果有射手的話 剛剛他們絕對絕對絕對 偷不到鳥 但是賀蘭發現 木蘭回首 我們家射手 還在 遙遠的路途中 所以剛剛那個 摳其實是 蠻危險 很危險很危險 最後真的是靠賽 強下這個鳥 不然的話就要拜拜了 好啦 那今天這一部影片呢 就分享到這邊 那之後呢 我會盡量把 阿閃的 這一些角色 能使用的技能 練手 順便分享給大家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拜拜